大家好 大家好 我們帶你關心到中台海葵 是已經登陸了在稍早的3點40分 在台東的東河登陸 而且可以看到這個其實也是4年以來 也就是破了1400多天的紀錄 有颱風來登陸台灣 但可以看到現在位置就在羅東夜市 而平常因為今天是禮拜天下午 應該是陸陸續續就會有人潮出現 不過可以看到現在羅東夜市 一整排的攤商幾乎都是沒有營業的狀態 但只有外送的機車才在路上跑 而可以看到現在雖然連知名的店家也沒有開 不過目前在羅東夜市這邊 還有大概兩三家的攤商還是有營業的 為了就是要方便附近的民眾來溺食 但可以看到其實今天在羅東夜市這邊 目前的雨量是越來越大的 那麼這個雨是風勢 但是風勢可能是一陣一陣的 因為這個陣風這個鐵門已經關閉下 可能偶爾會發出這個聲音 但是因為現在的鐵門這個偶爾發出聲音之後 可是因為這個風勢一陣一陣的 目前其實民眾如果撐傘的話 這個傘面打開是沒有問題的 那可以來看到今天這個潤餅的店家是有營業的 那來問一下老闆娘 老闆娘 不好意思 想問一下 今天其實禮拜天呢 說到颱風的影響 原本禮拜天的生意是不是會滿好的 對 怎麼說 那個好天氣就很多人啊 現在下雨比較沒人 那預計這個生意會影響大概多少 如果以這個週末來看的話 可能影響四成有 那今天就是什麼颱風天還會想要開便一下 可能附近的民眾會來買的 對啊 我又出來的時候剛好沒雨啊 我就出來 那今天會提早關門嗎 會 就是會提早大家趕快回家 對 如果沒人就收一收就回家 好 OK 謝謝老闆娘 好 看見老闆娘叔叔 其實這個週末啊 原本他們的店的生意都是非常好的 不過因為受到颱風的影響呢 影響大約是四成左右的天氣 那麼當然你來關心到在宜蘭相關的資訊 就是目前呢 包含了南澳鄉以及大同鄉 都是宣布了晚上六點以後呢 停班停客 而在蘇澳這邊也有兩個里 在六點以後也是停班停客 而民眾呢 目前如果是台七甲10K左右的地方呢 是有落實出現的 那麼也提醒民眾啊 在家千萬呢 在颱風天的時候不要出門 避免呢外面的風雨太大 其實是非常危險的 那麼以上是在羅東夜市這一星 將時間盡頭交還給彭雷主播 將時間盡頭交還給彭雷主播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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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